好,各位学员们大家好 下面大家开始跟着我来继续学习的是进入到我们商法中的最后一边 第九章讲票据跟支付的结算法律制度 好,我们在介绍这一章的时候还是分四个方面来给大家介绍 首先我们先介绍的第一部分考情分析 这一章是我们CPA经济法考试中的重点章 所有的题型都会设计 最主要就是十分的案例分析题 不管大家抽上哪个卷子 哪一套试卷里面必有一道十分的案例分析题 这个票据里面基本上按照我们这几年的考试经验来看 它基本上光考票据 它基本上不会结合其他的章来考 但是偶尔也会跟合同 合同这一章就是第四章结合起来出题 基本上就是单独考票据 这一章里面大家看一共只有三节的内容 内容挺少的 但实际上它的集中点全部在第二节 第一节内容也不多 重点就在第二节 第二节是专门讲什么 讲票据的结算 所以大家在复习这一章的时候 你就全力以赴的好好来看第二节 只要把第二节从头到尾都弄明白了 理解了 就整个这第二节是理解性的内容 不是生硬的死背的内容 相反那第三节 第一节没什么东西 第三节是纯死背的 讲的是票据以外的结算方式 什么汇兑了 委托收款了 什么脱收成付了 这些大家就刷说客观题就行了 我们的案例分析题都集中在第二节 票据它是作为案例分析题来考核大家 所以它相对比较活一点 所以就有点跟学破产法这一章一样 一定要理解了 这才可以 这一章的题量本身 基本上也是五道题的量吧 除了一到十分的案例分析以外 两个单选 两个多选差不多 所以它的分值 基本上会比破产法 这一章分值稍微多一点 因为破产法按照我们的考试 看这几年的规律呀 它主要出分析题 它单选多选几乎就不出了 但是票据可不是 票据除了要出案例分析题 它肯定是要出单选多选题的 所以它基本的题型 就是这么一个题型 大家再把这一张算硬骨头 再给啃下来 我们就完了 可以说大家六十分 一点问题没有 到最后的十十一十二三章啊 您就最后放到零考前 您就突击刷题就行了 我们最难的部分 就是在中间 商法中间的商法边 这一章的五大章 全是重点 合伙 公司 证券 破产 然后是票据 咱们这五大章 如果掌握的非常好的话 基本上满足六十分就差不多了 因为它基本上平均分一章 都是十分以上了 好吗 好 这就是我们的考询分析啊 这一章呢 从教材本身来讲 没有什么变化 这几年都没什么变化 所以变的那些个别的内容 对考试影响根本就没有 所以大家可以忽略不计 好 这就是教材的变化啊 下面我们就好好来给大家讲 这一章的主要知识点 还是要先提醒大家啊 一定要理解 理解 这一章对于大家财务专业出身的 就是您现在就在公司里当着会计 您一定了解我们的支付结算 大家一定要清楚你的支付结算的方式 因为这一章里主要要结合的地方是支付结算办法 同时我们专门有票据法 这一章专门的 还有一个支付结算办法 做会计必须得清楚怎么办理支付结算 尤其是企业和企业之间 您在办理结算的时候 第一能不能用现金结算 能不能够是用非现金来进行结算 这我们最基本的知识都应该知道 企业之间的往来 它不像个人 你直接打现金就可以了 企业之间这个现金的结算是要受限制的 对不对啊 这是大家学会计最基本的 所以现金的结算是有结算的限额要求的 你超出这个限额 你不能用现金结算 知道吗 所以你必须通过非现金 而这种非现金的方式 主要表现为什么 一个就是通过票据来进行结算 知道吗 一个就是通过非票据 票据以外的不就是银行 通过银行转账来结算吗 所以这就通常叫非现金结算 所以你超过现金结算几点呢 你只能通过这种票据或者转账 但是大家发现你做会计这么多年应该知道 你不管是拿票据来结算 你还是通过银行来转账 你有个前提条件 你得先在银行设什么 你得开账户啊 所以这种非现金的结算 一定是通过你在银行开设的账户去办理结算 因为呢 你那个将来票据的情况下 是直接从你账户里支付票据的款项 你要是通过这个转账结算呢 不管会对还委托收款 银行直接是从你的账户里直接划给对方 于是在支付结算中 我们的第一个体系要知道如何来在银行开账户 开的时候 你单位应该在银行允许开什么账户 你个人自然人 那么你在银行也可以开账户 那么都允许开什么账户 每一个开立的账户 这些账户的用途都用于干什么 大概能够清楚 所以这是我们的前因和后果 就是你要想办理支付结算 除了现金结算以外 直接拿钱就直接点票子了 否则都得通过在银行开账户来进行结算 所以有关开账户的要求都在第一节了 非常简单 然后你开完账户下一步 我们就来开始讲这是第二节 你要通过票据来进行结算 这我们会计了解可能最多的就是支票 你买人东西了 给人开一张支票 给人对方 对方拿支票就到银行 直接就划款去了 所以呢 第二种情况就是直接汇兑或者是委托收款了 所以你看 这就是第二节和第三节 第三节整个讲的就是票据以外的结算方式 哎这是整个这一章的核心都在这了 好吗 在这一节章里面 核心都在第二节考案例分析地 因为票据结算就稍微复杂一点 它不像你直接通过银行来转账 银行本身就作为中介机构了 你账户有钱 他就给你花 你账户没钱 他就不给你花 他几乎没什么风险 但是开出了票据以后 票据就有风险 为什么 因为票据它也属于一种有价证券 明白吗 既然叫影价证券 它相当于也是拿着一种权力凭证 它是一种权力凭证 谁拿这个票据 又意味着谁就可以是债权人 他就享有债权了 他拿着这个凭证票据 他就可以去要钱去 他没有这个凭证 他就没法要钱 所以他就是一种有价证券 而且他复杂地方在哪 他可以流通 他是一种流通证券 他不向银行转账 你没法流通 你账户里的钱是死的 给你转就转 不给你转就拉倒 票据它是一种凭证 所以他能流通 他可以背书 这样吗 他可以多次背书 所以他就复杂一点 所以对于我们这个小白的这些学员们 可能还没有真正正式的接触过会计工作 而且也没有办理过这些个票据结算 那您得好好学一学 得好好理解才可以 好吗 这是大框架 所以我们这部分在介绍是 大家首先前提都有一个框架的一个概念 这一章到底讲什么呀 这个必须要把这个前因后果来龙去脉 咱们先弄清楚 OK 那么在讲这一章的时候 一样 你发现我们从第六章开始 从公司法开始 然后第七章 一直到现在的第九章 您就发现了 我们都没按教材的顺序来讲 我们都是给大家打破了这教材的顺序 一直到这个票据这一章 我们都是给大家分成了几个框架结构 就是希望能让大家更好的能够理解 所以票据这一章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下面这一章仍然按照一个板块 一个板块来给大家介绍 好吗 好 首先进入第一大板块 银行的结算账户 记住了 考试金管考 基本上都是客观题 不会考在主观题的 就是我刚才说的 你不管是票据来结算 还是通过银行转账 你首先必须在银行开什么账户 结算账户 用于干什么 用这个账户来办理企业之间的支付结算 你买什么东西得给人钱呢 所以得通过结算账户来跟你办理结算 有关账户这一块就是我们这一板块的重点 特别简单 单选都选题 大家刷刷就行 第一点 单位也好 个人也好 在银行开结算账户 怎么开 开利的种类 大家大概能够清楚 开的这些账户 每个账户用来干什么 它的用途是什么 清楚就行 然后要知道 我开完了 我能不能够撤销 完全可以 撤的时候有没有顺序要求 大家就把顺序告明白了 这就是第一板块 特别简单 好吗 既然大家本身就是做会计的 我觉得这些东西 大概应该在考初级经济法 或者是中级的经济法师 这都考过了 而且票据这一块 对于考中级的学员来讲不陌生 考初级也是一样 你们在这个职程考试的时候都接触过 他也考 知道吗 只不过在考试的时候呢 没像CVA考试那么活 中级初级考试时 它比较简单 但是你多少接触过了 所以这一块应该说 对大家学起来并不难 好 下面我们就开始进入到 首先在银行开账户的时候 开利的种类 好 大概都应该清楚了 首先说单位 单位如果在银行开账户 开的第一个账户叫基本户 这个大家很熟了吧 基本户里要掌握三点 第一点能开多少个 只能开一个 这句话理解吧 初学经济法的小白们 没干过会计的 要清楚 你可以在多个银行 可以开账户 工商行啊 建行啊 招商行啊 什么什么 中国银行都可以开啊 甭管你在多少个银行开 但是你只能开一个基本户 好了 所以基本账户数量有要求 第二个 用途是最广的 开基本户里 办理转账结算 没有问题 关键是这儿 它都能办理现金的收和付 所以现金的收和支 都是从基本户里 直接来反映出来的 不像其他的账户 其他的账户是收进来 没问题 付可是受到限制 第二了吧 第三 开立的要求 由核准制改为什么 哎 注意这是变化的 改为备案制 我们原来开基本户是核准 什么叫核准 得先经央行核准 核准了你才能够开 才可以用 现在是备案制 什么意思 你先开 开完事后 再到央行去报备就可以了 简单来讲是宽松了 比以前 好了 这一点务必考个选择题 大家能清楚 这就是第一个户 基本账户 第二个叫一般存款账户 一般存款账户 数量就没有要求了 所以大家能够知道 你们公司 你就看看你们现在公司 您如果您是做财务的 您最清楚 一个大的一个规模的一个集团和公司 他恐怕开这一般存款账户 估计得上百个 那很正常 知道吗 所以他没有数量的要求 那大家看看一般户 他主要的用途是干什么 主要是在办理借款的转存 借款的归还 这两句话看完就明白了 一般户主要是因为基于借款 往来 知道吗 往来这种借款的需要 所以开账户 这个账户只能办理往里存 不允许往外取 这叫只存 不取 基本户是存取都可以 一般户呢 只存 不能往外支取 现金主要是 好吗 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一般户 开立的要求 一样都是备案之 他之前就备案 他很宽松 好了 这就叫一般户 所以我们企业用的最多的 还就是这一般户 第三个 大家从字面上可以看出来 叫专用存款账户 既然叫专用 所以他用途当然是特定的了 专款 他是针对一些特定的资金 需要进行专项管理 专项使用时 他就必须设专户 知道吗 适用于什么情况 也包括境外的机构 投资者 在我们境内 从事炒股票 炒债券 从事证券投资 他在因为境内买卖证券股票 所以他得在我们境内 开一个人民币的特殊账户 和一个结算资金的账户 凡是境外的投资者 在中国境内买卖投资证券的 一定得要开一个 人民币的结算资金账户 简称 就是这么一个专用存款账户 他把这笔钱要纳入到专用存款账户来管理 这就叫专用账户 好吗 开立的要求一样 很宽松 被安置就可以了 先开后报备 好 这就是第三个账户 专用的 最后一个叫临时性的 好 这里面第一个选择题 大家作为选择题 临时临时 是在什么情况下 四种情况 第一个是开临时机构 哎呀 我临时到外地开一个分公司 因为是分公司 所以这时候得要开一个临时账户 办理结算方便 异地的 临时到异地从事经营 比如建筑行业 哎呀 我那项目临时开在对方了 所以我要在经营地开一个账户 第三个呢 就是注册验资 这实际上已经过时了 因为我们现在投资公司没有验资问题了 是认角质了 这看看就行了 最后就是境外的机构在境内准备从事活动 他设个办事处啊 或者是代表机构啊 这个时候他要设一个临时账户 好了吗 好 这就是设临时账户 你看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多 设临时机构的 比如说拍电影 所以这个时候他那个设置组在当地拍摄的时候 他得用钱呢 这钱你异地你画款很麻烦呢 他就会在当地他就要开一个临时账户 用于支付这些费用 好吗 好了 这就是第一个选择题啊 第二个数量要求 大家看 你要是设临时机构的情况下 你只能在你的住在地开一个临时送款账户 这样你就不要开其他的结算账户了 明白吗 像刚才说的 我我我临时设立一个筹备小组 那你就在筹备小组所在地开一个临时账户 在异地从事临时活动的 比如说建筑工程啊 你只能在活动地开一个临时账户 建制施工安装单位在异地 同时呈现好几个工程的 这个时候可以根据合同 开力跟你的项目相对应的临时存款账户 你说我同时在异地三个项目上马 每一个项目因为都要求要分开核算嘛 你不能混在一起 所以你三个项目就可以开三个临时账户 好 这就很简单 数量上的啊 期限既然叫临时账户 所以它有期限 不能超过两年 好 这要来个单选题 大家记住了 开力的要求仍然都是备案制 好了吗 好了 这就是单位需要开的账户 四个账户 基本 一般 专用 临时 好了吗 四个账户你就发现了 现在都实行什么 备案制 都不再实行核准制 逐渐再放宽 只不过在数量上 基本账户和临时账户 有数量上的要求 像一般账户 还有专用账户 基本上它没有数量上的要求 这个大家清楚就可以 好吗 好 这就是第一个 个人呢 个人在银行 开结算账户的 适用的情形 用于投资啦 最主要 咱们个人 大家理解 不就是消费吗 用于办理 转账结算吗 这样得开的是结算账户 说到这时候 我得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 其实咱们自然人啊 在银行开是两个账户 一个叫纯储蓄账户 知道吗 现在一般年龄大的老人啊 他基本上在银行 都是开这储蓄账户 第二个叫结算账户 它实际上是两个账户 它不像单位 单位都是结算账户 个人是俩 这两账户的最大差别 在于储蓄账户是什么 只能够存取 只能存 只能取 都行 但是不能办理转账 你不能办理转账结算 啊 你直接从这账户 然后直接化款 就化款到另一个账户 他办不了转账 而结算账户呢 现在就宽了 你既能存取 你都可以从这个银行卡里面 直接可以 你也可以办理转账 还可以办理转账 所以它就特别方便了 以前我们的自然人啊 在支付结算办法 没有修改之前 你只能开储蓄账户 这样的话 如果你把你账户的钱 如果转给对方的账户 特别麻烦 现在你从银行把这个钱取出来 取完之后 拿着现金再去那个银行里面 再去办 很麻烦的 那么现在开了结算账户 大家看就非常方便了 直接跨行 直接银行就给你办理了 所以它就非常方便 所以现在允许个人 既可以开储蓄账户 也可以开办结算账户 但目前大部分大家看 都是开结算账户 为什么 因为你手里各种各样的银行卡 看出来了吗 不管你办的是借记卡 完全是借记卡 就那工资卡 还是您办的信用卡 它都必须要是什么 开的是结算账户 它不可能开储蓄账户 好了 这个事大家先清楚 然后我们这里重点讲的 就是结算账户 就不讲储蓄账户 储蓄账户它没有转账功能 用不了结算 你讲它干嘛呀 对不对呀 好 这个先清楚 但是现在个人的结算账户里 又开始分类 叫一类 二类 还知道大家什么意思吗 就是你在一个银行 只允许你开一个借记卡 开第二个 它就开始收费了 大家知道这个规定吧 现在都有 原来开多少个都没关系 现在比较严了 一类账户里是给你提供存款呢 买理财呀 看见了吗 用于转账啦 用于消费啦 交理各种水电费啦 或者是取现金啦 都在一类账户 就大部分我们现在人手里拿的那个借记卡 都是这种卡 都是又可以存 又可以取 又可以办汇款 都是这类账户啊 二类银行账户就不是了 给你提供存款 购买理财等等商品 但是限定你一定金额的消费 还有缴费支付 它会受到一定限制 就是它的用途要比这一类账户要窄一些 好吗 好 这就一点 还有三类账户 主要是给提供限定金额的一些消费和缴费支付 所以这里最后清楚啊 银行不能通过二类账户和三类账户 来给存款人提供存取现金的服务 也不能够给二类和三类账户 发放一些实体的戒指 知道吗 就比如办理结算的优盾 它不能 它只能够给办理一类账户了 这种借记卡的存款人才可以办 二类三类都不可以 好吗 好所以这个一定要特别注意 所以现在我们基本上就一个银行 你只能开一个结算账户 不能开多的 好了吧 好这就是呢 第二个啊 大家清楚自然人 单位开什么账户 个人开什么账户 个人开的结算账户 又分一类二类三类 大家大概了解一下啊 第三个呢 是异地的存款账户 一看异地什么意思 第一个 当你的注册地跟你实际的经营地 它不在同一个区 跨区跨省了 这个时候得需要开基本账户 就是什么 这个你学经济法公司法就知道 它注册地可能是在什么 是在一个区 但是它实际经营地是在另外一个区 而往往你的那个基本账的开力 应该是在你实际的经营地来开 得需要 当你这两者不一致了 你得需要开一个基本账 第二是办理异地之间的借款 这时你得需要开一般账户 因为你一般账户不就是为了办理结算需要吗 借款的需要吗 因为存款人附属的是一个非独立核算的单位 或者是一个派出机构 这样得需要有收入或者支出 这样的话需要开专用存款账户 最后临时到外地经营需要开临时账户 最后自然人根据需要在外地开个结算账户 你就发现了异地存款账户 它主要是基于什么 基于你有可能在外地开户 开的时候也可以开基本的 一般的专用的和这个临时的都可以开 所以它叫异地存款账户 好吗 这要出一个选择题 大家不用费 会选刷刷题就可以了 好了 这就是第一个知识点 结算账户的开力 为什么要开呀 学完知清楚了吗 你要办理支付结算 你要办理转账结算 你必须开结算账户 就是了吗 你不办理这账户 你怎么去结算呢 尤其是企业和企业之外 个人还行 直接点现金结算了 你企业做不到啊 它限制你拿现金结算 所以必须得通过开账户 好 这是第一个啊 开力我们讲完了 再简单看一下 什么情况下 你账户可以设完了撤销啊 第一个 适用的情形 好咱们领考前刷刷题就可以了 你公司都没了 被撤了 解散了 破产关闭了 你提都没了 账户当然要注销了 第二呢 是营业执照都已经被注销掉销了 那肯定要把账户也销了 因为签纸的需要 需要变更开护航了 你原来呢 你所在的是在北京 现在都要求你签到雄安新区了 你跑到河北省了 这是你原来在北京开的户就没法用了 所以这是可以销掉 最后其他原因 这些不用被 哎 大家自然会选就可以了 这是第一个 啊 关键注意的地方是 以后我们好多账户了 一个单位里又有基本户 又有一般户 又专用的 又临时的 这时候你要是企业都销掉了 注销的情况下 你这些账户怎么销啊 注意有顺序要求 先撤的是一般 专用跟临时 先把这三个账户全都销了 销完之后 账户里的钱都要先转到了基本户 最后最后销基本户 这顺序清楚了吗 哎 把这顺序看好了 所以这里特别注意的 这个存款人应该撤销 但是你没有把这账户撤销的 这样的账户 或者在一年之内 你这账户始终就没有收付情况 就死了 一直也没有存 也没有取一年 或者是呢 并且没有欠开户行债务的 这样的银行结算 就你没有债务纠纷的 这个时候银行会通知你 在三十天之内应该得来办理销户了 就你老不用它吗 就是了吗 这种情况下 你应该赶紧办销户 预期就视为自愿销户了 这样的话 没有划转的这些个钱 就放贷了一个九悬未取的专户了 言外之意 人家银行就给你锁死了 这个账户就冻结了 当你想起来 哎呀我这账户里还有钱了 再取运 你得给它重新激活 好 这个清楚了吗 好 这个大家知道就可以了 总之 第一个板块非常简单 我们就基本上是作为客观题 好 大家刷刷题就可以了 了解一下账户的开立和撤销的规矩 这我们做会计的 还用我教我 你们都是行家了 天天在这个账户里面 办结算 好了 这些清楚就可以 好 重点我们就开始进入到第二大板块 第二大板块就开始讲票据了 我们在进行讲票据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 把这个架子一定要立起来 知道吗 在学这个基本知识之前 一定要把架子立起来 这个板块是什么呢 先了解票据在流通过程中 它一定会产生债权债务关系 知道吗 这个债权债务关系 也属于法律关系 所以它是发生在 在票据的当事人之间 一旦当票据的当事人之间 也形成了互相有权力 有义务关系 产生了权力义务了 它就不是一般的关系了 它就上升为是法律关系了 所以大家从这一板块开始学习 是一定要跟我们前面的第一章 第二章的内容就结合在一起 所以票据多多少少带有法理性比较强 知道吗 有很多跟民法典的东西相通的 第一章我们讲法律关系 那么具体到票据呢 就具体到票据法律关系 然后我们讲完票据法律关系 就讲票据的法律行为 那就结合我们的第二章的 民事法律行为 所以它好多东西是来自于 我们前面的前两章的 基本的民法典当中的 总论的基本内容 要拿这些去套去 好吗 好 所以这一块大家要注意 这个板块里专门讲票据法律关系 我们需要大家掌握两个基本概念 没有背的 但是一定要听懂 第一个就是票据关系 它和非票据关系有啥区别 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 首先大家要清楚 不管是票据关系 还是非票据关系 都属于法律关系 记住啊 都属于法律关系 就意味着在当神之间 都有了权利和义务了 所以它都归到票据法律关系里 但是为什么还要再细分 是票据关系 还是非票据关系呢 就是因为 他们权利和义务产生的 语言音不同 基于原因不同 所以形成的 要么是票据关系 要么是非票据关系 这是要区分好 所以学完了 最简单的就留住什么呢 你得搞清楚 在票据当神之间 谁跟谁之间形成的关系 它就归到票据关系 在票据当神之间 谁跟谁之间 它就叫非票据关系 你得用明白了 它虽然都属于在票据当神之间 发生的 但是一定得细分 这是第一个基本概念 第二个 还要搞清楚票据关系 和第二个叫票据基础关系 他们两者之间的联系 要把这两个之间的关系 一定要弄明白了 所以整个这个板块 是纯理论上的东西 所以一定不能死机 一定要听懂了 好 下面我们就开始来解释 首先解释的第一点 一个什么叫票据关系 什么叫非票据关系 首先上来第一个 记住了 票据关系和非票据关系 都属于法律关系 注意啊 不是一般的关系啊 它已经都属于法律关系了 既然都属于法律关系 就意味着产生了权利 还有什么 义务了 有权利有义务了 但是呢 在法律关系里 又细分 分为票据关系 和非票据关系 好 我们首先先解释 什么叫票据关系呢 记住我这四个字 直接基于票据行为 而发生的 以请求支付票款为内容的 这样的债权债务关系 都叫票据关系 这里最关键两句话 第一句是这儿 基于票据行为 而发生的 导致当神之间 有了债权债务关系了 这里面对于初学票据法的 需要知道 什么叫票据行为呀 一说票据行为 我们是下一个板块要讲的 说的就是 出票行为呀 背书行为呀 知道吗 成对行为呀 这可是在票据中的专业术语 记住这些行为都叫票据行为 由于你这样的行为实施了 才会导致在当神之间产生了债权债务了 基于出票行为 它就会让出票人跟收款人之间 我是出票人 我给你签了一张支票 我把这张支票给了你之后 这就叫出票行为完成了 那我出票人就是债务人了 你拿到这张支票 你就叫收款人 你就变成债权人了 你拿着支票就意味什么 意味着将来你到银行时 银行就可以从我出票人的账户上 把上面写的一个金额 划到你的账户上 它就导致出票人跟收款之间 有了权利义务了 背书呢 为什么也是叫票据关系 背书是票据行为 它会在背书人和背背书人之间 就有了债权债务了 我把这张票通过背书转让给你 相当于就把债权转让给你了 随着转让之后呢 您变成债权人了 我背书人就变成债务人了 知道吗 所以基于这些个票据行为 导致双方之间有了债权债务了 而这个债权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求要票款 是以支付金额为目的的 这样的债权债务 它就叫做票据关系 所以大家就明白了 等于票据的这种权利 你在行使的时候 就是行使的是一种金钱上的债权 通过票据就是找对方要什么 要钱不能要物 就是以支付一定的金额为内容的 好吗 好 这就叫票据关系 我们再来看 非票据关系是什么 并非基于票据行为而发生 就不是直接因为实施了票据行为 而且不以支付票据金额为内容的法律关系 它完全跟票据关系不一样 第一它没实施票据行为 第二个它也不是为了要求要支付票款 那是因为什么呢 下面俩 第一个是基于票据法 直接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了 这叫依法产生的 所以它又分掉票据法上的非票据关系 它说这种非票据关系 是直接依照票据法的规定而发生的 也就是说此时双方当成之间的债权和债务关系 不是因为实施了票据行为而导致发生的 直接根据票据法的规定 所以让你们双方之间有了债权债务 看见了吗 大家说了这太抽象了 能举个例子吗 体现在我们学完票据之后的 就是利益返还的请求权 就不是以支付票款为目的的 是一种追索权 看见了吗 而追索权当中 这个追索行为不叫票据行为 法律给了你这个追索权 是直接依据票据法赋予给你的 当你第一次请求支付票款这个权利 得不到时间了 付款人据付给你了 怎么办呢 票据法说了 你要根据我的法律 你就可以找你的前手去行使追索权 当你找你前手去追钱的时候 你跟你的前手之间 其实又产生了债权债务了 但这个时候的债权债务关系 不是因为票据行为而导致的 是直接根据票据法 使得你持票人找前手 你就变成债权人了 前手变成债务人了 这个时候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 它就不叫票据关系了 它就叫非票据关系 好了吗 好了 这是一个关系 好 再来看第二个非票据 也不是因为票据行为 是因为民法的规定 所以导致双方之间 也有了债权债务关系了 这种民法上的非票据关系 换作另一个词 我给大家替代 它就变成叫票据的基础关系了 知道吗 那什么叫基础关系呀 就是你为什么要签发 你为什么要背书转让这张票据 这个它那个原因关系 就叫基础关系 就是你为什么要签发 要转让严格意义上票据法书了 你应该是建立在双方 有真实的买卖交易关系 知道吗 因为我们俩签了一个合同 因为我买了您一批货物 所以您给我货物不得给您钱吗 所以因为这种合同的真实交易存在 所以我才会给你签发一张金额50万的票据 然后呢 作为支付给你的货款 这个基于签票的原因就是这个买卖合同关系 我们把这个买卖合同的关系 你合同当然是依据民法典呢 符合要求 这个时候导致双方之间也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 但是它就不叫票据关系了 它属于票据中的基础关系 也叫民法上的非票据关系 好了吗 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知识点 需要大家理解 千万不需要背它 好了 理解完了什么意思呢 我来给总结一下 说一说票据法律关系 票据的形成了法律关系了 那一定是产生了相关的权利和什么义务了 没有权利没有义务 怎么能叫票据 怎么能叫法律关系呢 好 都是因为有了权利义务了 但是怎么分呢 权利义务 看它产生的原因不同 那么它会形成不同的关系 基于什么原因 下面第一 如果是直接基于因为实施了票据行为 这样由此导致在双方之间产生了权利了 产生了义务了 我们把这样的法律关系才能称之为叫票据关系 看懂了吗 好 如果不是直接基于票据行为 是根据票据法直接规定 这样导致产生了权利和义务了 它就不叫票据关系了 它就变成叫票据法上的非票据关系 它就叫非票据关系了 好吗 但是也有可能你这个权利义务关系是基于民法的规定 导致你产生了权利义务了 它就叫非票据关系 但是叫什么呢 相当于叫票据的基础关系 但是呢不管是票据关系还是非票据关系都属于票据法律关系 我们学完之后一说票据法律关系既包括票据关系 也包括非票据关系 只是他们权利义务产生的依据是不一样的 从而分成票据和非票据 看完了吗 看完了 有些学生说了 我还是不是很明白的 能不能举例子 听好 我给大家举例子 A公司 听好啊 将来考试就这么考啊 跟B公司之间 首先先签了一个买卖合同 看好了吗 在这个合同中 双方约定好了 A公司是买家 买方 B公司是卖家 知道吗 从合同这角度称为 一个叫买方 一个叫卖方 要站在票据这个角度来讲 记住了 这个买家A公司就叫出票人 这个B公司卖家这个角度 相当于在票据里面 他的称为就变成叫收款人 懂吗 不同的法律关系 他称为只是不一样 好 现在就开始 A公司首先跟B公司 一定先签了一个买卖合同 这个买卖合同 记住了 合同只要一签完 咱学了合同法了吧 双方之间 有没有权利义务了 有啦 俩人互有权利互付义务 因为你买卖合同是个双务合同 俩人互有权利互有义务 这是典型的买卖合同的特点 对不对 好 买家这时如果是给了你钱 那A公司就变成债权人 我有权找你什么 要货 卖家呢 卖家是你只要是给了他货 你就有权找他要钱 各自都有权利 都有义务 看好了吗 但是此时 你们俩买卖合同本身 这个导致你双方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 这叫票据关系吗 不叫 此时这个买卖合同 也导致你A合并有了债权债务了 但是它属于票据上的什么关系 基础关系 它属于民法上的非票据关系 为什么 这是你们俩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 是基于买卖合同的定例 是基于民法上的规定 所以你们合同一签完 俩人就变成了债权债务关系了 这叫民法上的非票据关系 也叫基础关系 好 下一步 A公司因为建立在买卖合同 这个基础关系的前提之下 所以他买了人家B公司的货物 他就必须给人家钱 所以这时买家就给B公司 就签发了一张支票 上面写着货款多少 一百万 金额写着一百万 把这张支票就出票给了谁 签发之后交给了B公司 这个时候他就完成了什么行为 这就叫出票行为 完成了 交付给了B公司 看见了吗 给了收款人之后 大家记住 由此A和B之间就形成了什么关系 产生了债权债务关系 此时的收款人拿到了就是一张权利凭证 谁拿到钱 他也有一个称谓叫持票人 他就变成了债权人 这是出票人 他出完了票之后相当于他就变成了什么 债务人 所以B公司拿到这张票 他就可以到银行 请求谁啊 银行就要从A公司的账户里 画款一百万 画到他B公司的账户上 他得要货款 这样就双方完成了支付结算 这就属于用票据来结算双方之间的货款 而此时就问大家 A和B之间形成没形成票据关系 它就属于票据关系了 为什么此时的出票人跟收款人之间的关系 就叫票据关系 是直接基于票据行为 导致双方有了债权债务关系了 所以他们就叫票据关系 好吗 但是你就发现了 这个票据关系的产生 是离不开基础关系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知道 不用讲你就清楚 它跟基础关系之间的关系了 票据关系要想产生 必须建立在你得有基础关系 哎呦你们俩之间根本没有交易关系 我平白无故就给你开一张票据 这是违法的 必须建立在真实的交易关系上 就你们的这种签发票据 背书也好 必须得有基础关系为前提 没有基础关系 不应该产生票据关系 你看这两个之间的联系 其实我就跟你讲完了 这是完成第一步 那么B公司拿到这张票 实际当中呢 他又接着跟C公司之间 又签了一个合同 在这合同中 B公司又欠C公司100万的货款 看明白了吗 于是他们俩之间在办结算时 也用票据结算 所以B公司就把这个手中拥有的债权 相当于发生转让了 这不就是我们合同法里面说的债权转让吗 也叫合同转让 这时候在票据里怎么把自己的权力发生转让 表现为什么 要背书 知道吗 叫背书发生转让 为什么 因为咱们国家使用的票据都是记名票据 知道吗 上面都是记载着名称的 所以你要想转让 必须通过背书来转让 不是光交付就完了 这一背书告诉大家 它也属于票据行为 背书行为也叫票据行为 它属于法律行为 为什么 因为你相当于把自己的债权发生转让了 那么这时候只要一完成背书行为 这时词又变了 B公司又称为一个位 它由持票人又变成叫背书人 C公司它就称之为叫背背书人 知道吗 它现在拿到这张票了 它又变成持票人 所以你发现票据中谁拿着票 意味着谁能行使权利 而这时背书行为一完成 大家知道 在背书人和背背书人之间 又产生了债权债务关系了 B公司就由原来的债权人 又变成了债务人了 因为它咋把自己的债权又转让出去了 而背背书人拿到这张票据了 它又变成债权人了 等于这个时债权就发生了转让了 这个时候B和C之间又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了 C是债权人 B又变成债务人了 看通常了吗 因此B和C之间问大家形成的也是什么样的法律关系 也叫票据关系 这叫直接基于票据行为 使双方之间有了债权债务了 所以它也叫票据关系 OK 这听懂了吧 好了 但是不管是出票也好 还是背书也好 发现了吗 都应该建立在民法上的基础关系 为前提 你不能说平白无故的 我就背书把这张债权转让给你 原则上也不允许 所以在票据法说了 不管你是出票 你还是完成背书行为 都应该建立在 以民法上的基础关系为前提 知道吗 否则他就怀疑你利用票据套取现金 是违法的 好 这就是他特色 好 最后大家再看 那么C公司拿到这张票 结果就出现什么 他就不再背书了 他拿这张票 就去找银行办理什么 办理结算对付去了 因为银行是作为中介机构 它是办理支付结算的中介机构 因为你们都得在银行开上户啊 所以是C公司拿这个就到银行去 办理化转了 对付去了 结果到银行办的时候呢 结果遭到银行不给办 拒付 说这个钱有问题 一旦当C公司 这时找银行去对付时 等于C公司行使的是什么权 以支付票据上的金额为目的 行使的一种债权 是以目的就是要支付票据上的金额 清楚了吗 这就是票据关系的特点 是以支付票据金额为目的的债权 结果当他在主张这个权利的时候 没拿着钱 银行拒绝给他 这一遭到拒付怎么办呢 C公司就给了他二次的行使请求权了 这个时候票据法说了 当您遭到拒付 您要求支付票款的权利遭到拒付 怎么办呢 按照票据法 您就可以找你的前手 A和B就可以行使追索了 看出来了吗 当您在行使追索这行为的时候 他就不叫票据行为了 你实施这个追索权 是直接根据票据法的规定 依据的是票据法 为什么 因为票据法说了 给了你持票人有两次请求权 你的第一次请求权 是找票据的主债务人去要钱 一旦要不来票还怎么办呢 再给你二次请求权 这个二次请求权就是票据法直接赋予给你的 这是你直接根据的票据法 你就可以找B 就可以找A去追 当追的时候 相当于A和B 都是你C的债务人 你这C公司是债权人 B和A都是债务人 这时候你跟你前手之间 不也形成债权债务关系了吗 但这种关系就不能叫票据关系了 它也变成叫非票据关系 而这种非票据关系 不是民法上的那个基础关系了 它变成票据法上的非票据关系了 OK 整个这例子通了吗 好了 大家基本通了 所以票据一定要注意 把这些原理听明白了 可不是让你死尽应备的 OK 这就是给大家总结的第一点 好 好 好